今天7月27日,星期一 来自白宫的消息,川普总统前往白卡罗拉纳州生物科技公司服饰胶片戴奥兴师的创新中心,着重强调了疫苗曲线操作计划,赞扬了联邦政府与科学界私营部门之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伙伴关系,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开发和提供疫苗,该创新公司将开始生产第一批用于金丘大规模临床实验的疫苗, 最多将有3万人参加这个临床实验,同时也正在为马里兰州的诺瓦瓦克斯公司生产疫苗 诺瓦瓦克斯公司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了16亿美元的订单,这是美国政府加速开发新疫苗的一部分 川普政府所发起的曲线操作行动,让更多公司同时研制病毒疫苗,以其能在明年1月底之前 拥有3亿剂安全有效的疫苗,川普总统在今天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摩德纳公司开发的疫苗,以按创纪录的时间进入第三阶段临床实验,这是获批钱的最后阶段 川普总统说,在大流行之前,我们的经济创造了创纪录的记录,不得不关闭它与挽救数百万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经济会重新回来的 在川普访问北卡的同时,副总统彭斯去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 有国立卫生研究院,以莫德纳公司联合研制的另一种疫苗,星期一在迈阿密开始了临床实验 彭斯说,这是历史新的一天,我们在这一天全力开始了疫苗工作 陪同彭斯副总统访问迈阿密的美国FDA局长哈恩说,FDA在疫苗评审方面不会透供减料走捷径 病毒再次入侵白宫,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他是川普总统身边的中央幕僚 54岁的奥布莱恩目前正自我隔离,远程工作 据悉,他的症状轻微 白宫声明说,总统与副总统并无受感染的风险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终于出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周一宣布了一项1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援助计划 其中包括对美国人的第二次1200美元的现金援助 麦康纳尔周一在参议院发言时介绍了这个名为健康经济援助责任保护和学校法案 麦康纳尔说,我们有一只脚在大流行中 另一只脚在经济复苏中 美国人民需要更多的帮助 财政部长穆努钦上周六表示 新一轮直接现金援助将基于先前援助法案中的相同公式 根据收入的不同 收入在7万5千美元以下的人会得到全部援助金 收入在7万5千美元以上的人收到的款项会递减 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没有资格获得这笔款项 大家密切关注的每周六百美元失业金补偿款是否延期 财政在接受电视采访中说 白宫和共和党议员决定将暂时的联邦失业救济金 从每周六百美元削减至大流行前工资的70% 但由于电脑系统原因 在实际操作上可能会遇到麻烦 新的Hills法案预计将包括 1050亿美元用于帮助重新开学 250亿美元用于病毒测试 以及保护企业、医院和其他企业免受冠状病毒引起的法律诉讼 尽管麦克兰尔和白宫就新的援助计划达成协议 但并非所有共和党参议员都对该计划感到满意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说 他不支持共和党提出的立法 他主张取消税收和法规 他说这正在打击小型企业 克鲁兹还主张削减工资税 但这个不在法案中 根据CNET的一份报告 该法案如果国会在本周通过 则可能会在8月中下旬开始分发现金 议员们必须紧急采取行动 因为参议院定于8月7日星期五开始休假 直到劳动节结束 据纽约时报对全美冠状病毒疫情数据的分析 内华达州的人均日发病率排名在全美第四 每个州按最近一天的最高比例排名 该清单在星期一早上做了更新 这十个州的排名是 卢伊斯艾纳州 密西西比州 阿拉巴马州 内华达州 天纳西州 索兹亚州 阿肯舍州 加利福尼亚州 俄克拉荷马州 和密苏里州 该报告还表明 在内华达相邻的犹他州和阿里扎纳州 发病率正在下降 自6月下旬以来 内华达州的新病率激增 自6月26日以来 每天有1000多例新病例报告 7月9日 内华达州州长西索拉克 下令部分酒吧关闭 内州劳资关系部 在实施包括口罩令在内的安全措施法规上 发挥了积极作用 几家公司因违规而被罚款 一位来自休斯顿的黑人女医生 Stella通批所谓的科学家和知名医生 误导大众 她说 我每天坐在诊所里 有的病人有糖尿病 告诉我 他们得了武汉肺炎 不能呼吸 要死了 我就是用羌绿葵 加新 加阿奇梅素 成功治愈了350个武汉肺炎 没有一粒死亡 不要听那些假科学家的什么宣传 它是拉斯维加斯的又一个标志性象征 在这张照片中 这座雕像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许多拉斯维加斯素食主义者 都很熟悉的蓝色天使 戴上了口罩 拉斯维加斯市政府PS了这张照片 并在Instagram上分享 戴上口罩 以便我们能减缓传播速度 雕像位于查伊斯顿大道 Bremont街和Eastern大道交汇处 最近两周 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急剧加深 休斯顿中领馆和成都美领馆相继被关闭 美国驻成都林杰伟总领事 临别之际用中文向成都及西南地区人民致意 很多成都人也表达了依依不舍的心情 28年前 美国学生林杰伟飘延过海来到成都 这个轻瘦略带腼腆的美国少年 在四川四大学习中国书法历史和文化 之后他大学毕业成为外交官 足迹遍布亚洲多个国家 28年后林杰伟回到成都 成为了美国驻龙总领事 他唱赵雷的成都 围着火炉吃火锅 看银杏落地 他用最成都的方式回归成都 在西南地区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教育活动 今天我们带着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骄傲 以及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友谊 将开启新的工作 美国国旗在成都总领事馆缓缓降落 当林管人员在机场时 他们打出了标语 我们会回来的 不管中美两国关系未来会走向何方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远不变的 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同胞 更加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